接下来我们来自抖音的热歌阵营 这首热歌话题播放量达到了 17.7亿次 而即将在舞台上登场的 这位爱乐歌手 是一位非常擅长抒情歌 号称 唱尽人间悲欢的催泪歌神 《面面》播出的时候 网友的评论是说 对于伴隐居的歌手 一出手就是大招 其实我也没有伴隐居 也不是没有出来营业 就是我自己的心态 确实是比较封闭 我确实是待在我自己空间 是一个非常放松 非常舒服的人 就其实有些时候 我甚至会不晓得 怎么跟外界做一个沟通 所以我是希望透过作品 能够传达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这首歌其实最打动我 让我觉得说 我心里为之一震的 是一个歌词叫做 指引少年莽撞 指引少年莽撞 我确实有莽撞过 不管是我自己个人 朋友之间 感情之间 回想起来 当然是会有一些后悔 会有一些懊恼这样子 但是当你入观点后 你发现了 你认清了 你都会告诉你自己就说 我们不要再这么做了 或者是我们就往前走 好看那一切 这一次我就会抱着一种 来见老友的感觉 杨宗怀 百战团不管好的 他会告诉你 不好的 他也会不利你 传达给你 希望我想要这首歌 也能够走入 每个人的心中 热歌阵营 杨宗伟 音乐碎片初始音符 十七 杨宗伟唱情歌 会把你的心捏碎 在地上踩 在地上踩 杨宗伟唱歌 演唱唱赁 演唱赁 演唱赁 音乐碎片 演唱赁 槍 演唱唱赁 演唱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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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未来到底会怎样 但一定不会就这样 岁月的怕 已熬得滚烫 就用来长年了 儿时的梦想 长大的忧伤 时间会替我靠 回忆里那个姑娘 惩罚落到忧伤 故事不断也不长 刚刚好用来回想 多少理想 埋进了土浪 再用力的伸张 谈不上迷茫 也在找方向 只求不卑不卡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和地上的霜 想要透光的书房 和少年的光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 和树叶的花 不搭我将要去的地方 我想要现实的真相 和爱的幻想 做成今生的凡凉 抚起飞的伤 我想要彩色的欲望 和夜里的光 捕捉过前展的欲望 至于上迷茫窗 这也太好看了吧 她也是翁碎的 回忆里那个姑娘 绽放了大腰上 故事不断也不长 刚刚好用来回想 多少理想 埋进了土壤 再用力地伸张 换不上迷茫 也在找方向 只求不卑不卡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和地上的霜 想要透光的书房 和少年的光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 和树叶的花 不当我将要去的地方 不想要现实的真相 和爱的幻想 做成今生的凡凉 抚起飞的伤 我想要彩色的欲望 和夜里的光 捕捉过前展的欲望 只求不上迷茫 和少年乱撞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和地上的窗 想要透光的书房 和少年的光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 和少年乱撞 不当我将要去的地方 不想要现实的真相 和爱的幻想 做成今生的放流 和情味的伤 不想要彩色的欲望 和夜里的光 抚捉我前展的欲望 这英少年盲撞 哇 这个韦丁 对 他跟他唱什么都是他的 也有未信 必有未信 好快 好 这五个美食 太酷了 太酷了 这首歌连撞哭了 这首歌连撞哭了 这是你的歌了 就是你的歌了 买下来吧 这首歌 杨宗伟老师唱出了那种 隐忍男人的大爱 你歌唱得很好 给你音符了 宗伟 宗伟 爱你无悔 雌性嗓音 实力唱将 今晚第一 当人不让 女人听醉 男人听哭 这场演出您不会输 好 帅好 好 好 真的有点春晚的那个意思 是不是 到目前为止 都是表扬的声音 有没有不同的声音 有 我下面的话 可能跟歌手本身无关 我对这首歌 特别有意见 我觉得这歌 多少选的有点毛病 我想要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还有地上的霜 你到底想要啥 天上一角 地下一角 我发现我们俩的笑点 都在家 一分三段 我觉得非常奇怪 就是这个老师 可能是教英语的 他的逻辑比较好 所以他就意境比较差 他讨论到就是不要说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要去做 那只有宇航员 才能唱这首歌 说得好 说得好 我真的有点乱了 我不知道 我们在讨论什么了 突然之间 对 然后又聊到月亮 然后又聊到这个该不该上月亮 我不知道 因为 好 谢谢 太可爱了 她太可爱了 其实您出道也这么多年了 所有人都知道您的声音 所有人都知道您的情歌有多好听 我知道 想问一下您 要不要走出舒适圈去挑战新的风格 就是今天唱的太阳尊尾了 多少有点套路的意思 对 我已经在筹备我下一张的那个Raper专辑 Raper专辑 Raper专辑 Rap 不敢Rap 不能Raper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Raper Rap Rap Rap专辑吗 不是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下一首歌就是 会有很大的反差 对 也就是说下一集的时候 当你作为新歌阵营的时候 是的 就会有很大反差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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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前面这两位歌手的 前后这两首歌 像是一个行为艺术的全部 一个年轻歌手唱的这首歌 像自己的上一首歌 大家认为是套路 感觉已经听过一百首 同样套路的歌曲了 甚至我们看到 宗伟老师的时候也会这么说 要不要走出舒适圈 去挑战新的风格 我们看到一个巅峰 就问你下一个巅峰在哪 为什么那么像你之前那个 你要像之前那个可以 再超越 我们似乎都已经忘了一个艺术家 成长的基本的规律 速度和节奏 这个时代我们全快进了 我们自己做短视频创作的时候 也有这种焦虑 可是这是不是我们换成观众心态 一模一样的心态逼出来的呢 你要用什么力量从那种内卷 那种焦虑 那种嘈杂当中解脱出来 我觉得刚才那个舞美当中的几个画面 给了特别好 你如果眼睛永远只看着外面那些灯火 你人家就永远痛苦 只有在自己的有那个月亮的指引下 你才能收获灵魂的安灵 宗伟所唱的就是贺野正在经历的迷茫 耳边有无数的声音 所以宗伟用自己最后的那一段 给贺野一个答案 也给自己的青春一个答案 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行为艺术的全过程 这是我自己的解读 好 谢谢 好 谢谢 精彩 各位爆赞团的老师 接下来特别重要的事情来了 我要请你们预测一下 这一轮 新歌和热歌阵营 谁将暂时领先 爆赞团送音符规则 爆赞团成员将在每轮的新热表演结束后 预测哪个阵营暂时领先 只要预测成功即可获得两个音符 是热歌 热歌 热歌里面 三轮表演结束后 爆赞团为心仪的歌曲 送出自己的所有音符 百赞团与爆赞团合计送出的音符数 将最终决定本期的获胜阵营 与百赞朱大哥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代表热歌阵营的杨宗伟 最后这首歌曲的成绩是 请看 至少不是八十 七十二位音符 恭喜周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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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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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